這個景啊 實在他們這一次就是也是蠻熱門的一個拍照的景 很多人會取中景或是遠景 就是可能半身或全身的照片 因為它那個垂掉本子就很漂亮 大家好我是阿田美福です 我是Fancyです 如何在海北聖誕景點去拍出很厲害的聖誕節的氣化照片 可能會帶到一些新北野丹城 Vita 信義區之類的 一些人太多地點太暗 然後或者是自己想要在家裡拍 但不知道從哪裡準備到去挑選服裝 今天都會一次跟大家講 最熱門的新北野丹城開始聊起好了 新北野丹城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關於太暗這件事情 那我們攝影師就會想說 要用一些比較特別的拍照技巧來補足 特地去靠近燈的光學來照射他也能做一個特寫 這個景啊 實在他們這一次也是蠻熱門的一個拍照的景 很多人會取中景或是遠景 就是可能半身或全身的照片 因為它那個垂掉本子就很漂亮 但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臉部靠近那個燈泡的光源 那這樣拍攝出來的照片雖然後面會有一點黑 但是會有那種 叫什麼賣火菜燒的燈泡的燈泡 新北野丹城會遇到的第二點就是 關於人太多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北野丹城就是 每年的聖誕節必去的地方 直接炸掉 人太多其實有兩個節法 一個是運用人潮 另外一個是 離開人潮 對 那我們先從運用人潮 對我們分開講 攝影師其實都會很怕有沒有這種路人啊 開口罩還要去給他修掉 但其實不用 Model這邊可以幫我們靜止不動 拍攝多個幾秒製造人流 手動的一些氣氛在 除了新北野丹城之外呢 這一次還有一個聽說排隊要排炒 二五百萬 一樣很漂亮一樣都有聖誕氣氛 但就是大家沒有發現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意思是 如果大家是新手啊 建議可以打開你相機的九宮格 然後去直接拿相機這樣去找各個角落 而且你不能只能平行的找 你一定要坐上一個 就是普通的角度去找 另外我們那時候還直接到他的鼻灣 那個星巴克中餐區 就是你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它其實是個非常普通的一個景 可是這時候你真的就是要細心去找找 看有沒有任何的角度 然後千萬不要被 站姿這個角度給限制了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是一個比較矮的景 那我們就坐下來 像在新北野丹城那時候也有一個 就是比較矮的New Taipei的登場 其實大家會直接掠過 因為它那個高度非常的矮 你必須要整個人坐在地上 才會幫他跟他合照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選擇直接坐下來 那意外的效果就是非常的好 另外還有這個大花圈也很熱門 但因為它的高度較高 許多人都只是站在後面拍攝 但只要簡單的蹲下來 調整構圖 就能拍出很華麗的滿版風格喔 那除了站姿坐姿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攝影師 它可以稍微攀高 喔對對對 然後模特可能是以比較陽躺的方式被拍 像我們這個也是在Biavita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在它的入口處 有一小坨道具的地方 就是大家其實都很容易略過的一個地方 然後像我們這一張 就是我們是先運用了聖誕紅具來做前景 那前景這個東西也會讓照片看起來更有層次 更有故事感 然後甚至它可以幫你擋住一些你不想拍到 例如說這一塊可能沒有雪 或是它髒髒的 我們就可以用前景擋起來 因為你都來拍照 你就不要去管其他人的眼光 找出最優秀的姿勢 對 然後記得不要妨礙到他人 對 這很重要 衣服 衣服 穿聖誕老公公 或是聖誕筆錄辣妹妝 哈哈哈哈 對 那除了紅白 然後綠棕色系之外 其實因為今年聖誕照景上面 晶瑩白色系 質感路線的很多 就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試試 今年試試看這個風格 所以就找了一個就是 灰藍色 然後它有帶一點 斷面質品質的這個洋裝來做搭配 大家那個101外面提到那一顆書 就是找一個高質感路線 但它也不失冬天奢華的那種風格 然後又有一點明確氣緣的感覺 所以這支照片是拍起來 也是非常的有很棒的效果